Hello 大家好 我是花安 近年很多朋友都喜歡極簡生活 愛上斷捨尼 我的工作性質就真的很難做到化妝品、護膚品斷捨尼 因為我本身的工作就是化妝師、美妝youtuber 正正就是我的工作要透過我增設的試用 我的經驗值再跟大家分享 大家才可以得到更多的資訊作為參考 我經常都說的 希望大家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透過參考從而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化妝品、護膚品 減少不必要的購買 實踐極簡的生活 所以今天我就會推薦大家一些性價比高之餘 一物多用又好用的美妝產品 在這條影片正式開始之前 想和大家一起稠淨一下 來個快速的斷捨離 將沒用和過期的化妝品好好地整理一下 過期的化妝品就不要再塗上臉了 可以用來畫畫或者送給人畫畫 唇膏、粉底、遮瑕膏 一般的使用期限都是開封後一年 眼影、胭脂、眉粉就是開封後三年 睫毛膏和Cousine就要留意了 開封後只可以用到三個月 買錯色或者一直都用不著 甚至根本不適用的化妝品 Bye Bye 用剩少少少死不斷氣的化妝品 也麻煩大家真的用了少少 香港串金尺頭 何必讓它死不斷氣的一路阻礙你珍貴的空間呢 近兩年都沒有用過或者已經不流行的化妝品 不會再流行的啦 就算真的一個循環它再流行 都過了期啦 是不是 不要留戀啦 Hello 化妝第一步我們先塗防曬 這支EMPRA的防曬 我已經用過很多支 跟大家介紹過很多很多次的了 因為我覺得它的質地剛剛好 潤得你不厚不焗 沒有負擔 為何今天斷水來要介紹它呢 看見到它有少少不同了樣子 因為今天這支是升級版 3 in 1 粉嫩涼膚物理防曬雨 加上粉嫩涼效果 待會就會試上面給大家看 另一個我每次介紹都會有很多人問的問題 就是讀得它是化學性防曬 還是物理性防曬呢 剛才聽過名字也聽到了 它是物理性防曬 雖然不配用得多 皮膚會吸收所導致皮膚變差 還要它加入了保濕護膚的成分 可以幫我們保濕鎖水 美白提亮和有抗炎的作用 跟之前一樣 它也是有日本最高的防曬系數 SPF50加和PA4加 可以幫我們防止光老化 亦都有抗UV 抗污染和抗藍光的作用 其實市面上 你找到抗藍光的防曬是不容易的 不是很多 相比起紫外線就是UV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中 更加容易會接觸到藍光 例如是我們常用的電話 電視 電腦 一些電子的產品 都是會釋放藍光的 藍光是更加容易滲油的皮膚深塵 導致我們的皮膚有色斑 色素沉澱 著斑 暗沉 甚至會加速我們的皮膚老化 所以要選一支擴充藍光的防曬 它就可以幫我們防止我們的肌膚受損 同時可以保持我們的皮膚緊致有彈性 所以這支3-in-1的防曬 真是一支解決到很多的問題 我們現在一齊試一試它的粉嫩效果如何 給大家看看顏色 我今天會一次過用它做防曬 以及Bass 因為它已經有調色作用 所以不另外用Bass 上一代擠出來的時候 它是白色的 這次看到它是粉嫩顏色的 它跟上一代一樣的質感 也是非常好 很夠滋潤 但是不會太厚 出來的粉嫩效果也是非常自然的 不會變白了一層 同時我覺得它也有提亮 和均勻膚色的作用 瞇見到立刻拖開了一半 立刻提亮了 看起來沒有那麼累 而且我覺得也有均勻膚色的作用 看到腌了臉 這邊的黃氣、疲累 馬上掉 一到夏天大家最關心的問題 到底它會不會好黏、好焗呢 其實這支我都介紹過很多次 它真的一點都不黏不焗 你看看 張紙巾立刻掉下來 完全不會黏臉 所以如果你想戴口罩出外 其實用它也OK的 它不會黏著你的口罩 而且也可以令你的膚色看下去均勻一點 讓我快點塗上另一邊面 搞定 如果你想出外 其實就這樣塗這個防曬也可以 你看看我已經看下去沒那麼累了 OK 我們就Next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防曬 它已經幫我調了色 亦都令皮膚均勻了 所以我就不再塗粉底了 但如果你也想遮瑕度再高一點 也可以輕輕再加一層粉底 它不會起塗膠碎 遮瑕的部分我就交給遮瑕膏 今天段寫來我介紹兩款遮瑕膏給大家 這個非常之方便 我覺得它是便宜價版的Hourglass 就是來自LUNA的 其實上一條影片也跟大家介紹過 大家都一起見證了它的遮瑕度 有多好之餘 有多貼薄和多滋潤 塗在眼底的地方 都完全不會覺得乾的 也保持得很好 我這邊面我會用LUNA 當然啦 我不是叫你買兩個 你段寫來的話 你買一樣就可以了 我還是給大家一個選擇的 直接印在黑眼圈的位置 推介大家買Chanel的Cousin粉泡 超級好用 我用了這麼多的粉泡 它是最軟棉 而且因為它夠軟 它很多很細緻的位置都照顧到 洗回來也可以再循環 再用也不太阻擋 所以這個Chanel的Cousin泡 我覺得很適合斷捨離人用 看看這個LUNA的遮瑕膏 真的非常之好 上次介紹之後 又有人問我到底它是什麼遮瑕 它就是02 因為每個皮膚的狀態和需要都不同 如果你沒有什麼一塊塊 或者沒有什麼需要調色的話 其實LUNA真的你的首選 又便宜又好用 但是如果你需要黑眼圈的位置 或者這些暗層的位置 需要調整一下顏色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JX的遮瑕膏 也是很便宜的 不用200元 一瓶裡面已經有三個顏色 質地方面它會比LUNA乾一點 因為它始終都是高狀 段寫來的話直接用手指 我就會混合這兩個顏色 放在眼底的位置 又是這個最深刻的眼圈的位置就可以了 然後這些位置我也想遮一遮瑕它 因為今天沒有用粉底 少許暗層的位置 這邊LUNA建議大家用POP去印 但是JX這邊因為它高狀 其實用手指更加好 指腹有點暖 可以令遮瑕膏更加貼服 最後再用粉POP全面輕輕印一次 定妝推介大家用可以帶出外 也是在家用的定妝粉餅 這個就是最新NARS的 它有一點點珠光效果 直接印上去就可以了 另外再推介Mega Forever這個粉餅 我已經用了很多盒子 但我剛剛想找它出來的時候 發現不見了應該放了在店裡 今天我們就介紹一些新產品 NARS這個是最新的 這樣看起來好像很亮 但塗上去後其實它是很自然的 因為它的粉質非常幼細 近鏡可以看到它有一點點反光 但不會太大顆的 閃粉也是非常自然沒有粉感 它跟Mega Forever的分別 就是Mega Forever是牙身 但是它們兩個同時都是粉得好 又細好貼 一樣都是壓成粉餅的 大家在家補完妝之後 可以放在手袋 拿出外用 好 底妝完成 接下來夏天這麼熱 大家還要戴著口罩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非常適合大家 戴口罩時候化的底妝 因為它沒什麼粉 所以就不怕在口罩上了 採妝的部分很多都是一盒 就可以幫你完成了 我手上有這一堆推介給大家 你們就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 首先有Benefit Skin 但我覺得它的包裝就大了一點 它一盒裡面就已經有 陰影 光影 和兩個胭脂 然後這幾盒是適合 終極斷捨離人 因為它一盒已經搞定 眉睛 眼影 胭脂 和陰影的部分 首先有這盒CT的 之前也跟大家說 它很腥的 我去Staycation的時候 就會戴上它 其實它連粉餅也有 但是我覺得這個粉餅來說 沒有剛剛Last 或者Make Up For Ever的粉那麼幼 所以上粉的粉感會比較重 我們斷捨離得來 也想有一個漂亮的妝效 所以我就沒有介紹它了 一盒裡面有七個顏色 但是它還很難聽 那聲音真的有什麼事 一盒裡面有七個顏色 但是它還給剛剛的Benefit 是小盒一點 而且包裝我也覺得比較漂亮 自己也很喜歡戴上Staycation的時候用 所以這個我也非常推介大家 然後這兩個價錢 相對便宜一點 也沒有那麼阻定 Explora這款 你看我買了兩盒 就知道我有多喜歡它 這盒是舊一點 這盒是新買的 右邊是偏橙 左邊是粉嫩一點的顏色 看你自己個人喜歡哪個顏色 一盒裡面也有光影 啡啡可以做陰影 加一點深色也可以做眉粉 胭脂 眼影和光影也有 最大的優點就是它 細細合 淨淨方方 我相信斷捨離人很喜歡收拾東西 收拾到它剛剛好 撻撻的 所以這盒其實我是 Top 1推介給斷捨離的 最後這盒是最便宜的開格品牌 胭脂 陰影 眼影的部分 還有點綴的Bling Bling閃片 我今天會示範用Explora這盒上妝的 先拿這個啡色 混合一點點最深的 再畫眉 眉尾的部分可以點多一點後面的深色 輕畫過深一點的眉尾 我決定左邊試CT給大家看 CT出來的顏色是更加深的 還有它連上一塊鏡 這塊鏡其實也蠻好的 很清得來 它很大塊 平時有時的化妝品上面那塊鏡 很濃 又細看不到 但這塊它可以照光整整塊面 這邊我只用這個啡色去畫眉 鼻影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混合這個 如果這個啡色做鼻影的話 其實有一點點深的 所以這個顏色雖然我不會用來全面上 但用來混淡其他的顏色也是非常好的 要收手了 又來到右邊 拿回這個 又是可以混一些中間淺色的粉 眼影就不用擔心 有很多顏色可以用 這個橙我經常用的 放在眼中間 想起最深的啡色 加一點點在眼尾 完成 到CT這邊 但它跟這邊完全不同 我待會會出間的東西 所以右邊我決定用這一盒 先拿這個顏色打底 在眼中間 深啡色在眼尾 我看到這盒出色一點 要不要吃到旁邊 還有眼底 加回旁邊一點點 眼線呢 我就拿回扁的眉掃 拿最深的這個啡色 和它在眼尾的部分挑一條 出來就可以了 眼妝部分完成 看你想不想塗Mascara 因為Mascara永遠只有Mascara 沒有東西可以代替它了 Mascara是其中一個比較常忽略的化妝步驟 所以今天我就不介紹了 到胭脂 胭脂繼續用回去 拿上面這個顏色 一個牙色偏橙的胭脂 左邊用這個 這個是粉紅色的 我今天介紹這幾盒 都沒有珠光光影 但其實用它最淺色 放在鼻樑中間 因為它淺色了也有一個立體輪廓 令到我們塗的位置好像凸出來高了的效果 唇膏方面 一物多用 我們就可以把潤唇膏混合唇膏 所以我手上這幾支 就是有色潤唇膏 或者有色潤唇油 這幾支都是我非常常用 很喜歡的 首先有剛剛每月最愛推介過的 Chanel 918 這些很容易抹 所以可以馬上試給大家看 不用另外再潤唇膏唇膏 一支完成了 它夠潤身 也不會滲在嘴角旁邊的位置 因為夠潤所以 基本上不要預計它不掉了 這支來自MAC的 現在應該不是這樣的包裝 但是MAC他們還有有色潤唇膏買的 你們買有色潤唇膏就可以了 因為它的包裝 在幾個月就轉一次 應該追不及 這個色號叫Fleur Welcome 是我很久之前都一格一格的 大家看我鏡頭 看到它是比剛才Chanel更亮身的 這個顏色就會比剛剛Chanel鮮艷一點 最後這兩支是來自Clarence的 它們很黃牌的 油色潤唇油 跟剛才的分別就是 它是油一點 再亮身一點 這個是新包裝 這兩個顏色我都很喜歡 是非常滋潤的 塗上嘴的感覺 比剛才那兩個更舒服一點 我嘴上這個比較淡 就是04號色 再塗上這個 因為這個很淡 而這個比較深色一點 所以我就不擦了 直接塗上去 而且它們的質地是一樣的 比較紅 其實它有個香味 我就一般的 這個是03Cherry的顏色 雖然它看上去比MAC 但塗上去MAC的會比較紅 比較有玻璃感自然的顏色 沒試過Claren這支唇物的朋友 極度推介大家買的質感真的很好 而且它真的很潤 是護唇物 你睡覺用來塗你睡覺的感覺 終極乾咀裂咀的朋友可以用它 先脫下兩隻夾 今天這個妝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會喜歡 希望可以給到一些斷捨離人 作為一個參考 找到適合你 又省位 又好用 又可以一物多用 一步到位 化到一個極簡自然的妝容 今天這條影片 介紹了很多斷捨離的產品 但其實這個妝 不只是斷捨離的人才可以化 與其說這個是一個斷捨離妝 我覺得更加適合 香港這個炎炎夏日 大家戴著口罩 是不是很擔心妝會用呢 大家都可以化這個妝 尤其是底妝 我只塗了防曬 還有遮瑕膏 少許碎粉定妝 所以大家就不用擔心 一拿開的口罩 成塵粉 這麼尷尬 但嘴唇方面 大家就可以選一些 啞色 長長一點 好得好一點的唇膏 因為潤色的唇膏 一定會比較容易 在口罩上 上面那批眼妝 大家可以化平時自己化開的就可以了 希望各路的人士 都可以透過這條影片 作為一個參考 選到適合你自己的化妝品 護膚品 或者是一些化妝的方法 又約定你 下條影片再見 Bye